交往一陣子之後有一天 他突然跟我們聊說 好多點錢 欸 這個阿崩就是魚肉包 哈哈哈哈 這隻眼睛就這樣 有 小時候遇過一個是 交往一陣子之後有一天 他突然跟我們聊說 我們去吃早餐 然後我今天講過時期 然後就點錢 我撒幫你 我撒幫你 欸 這個阿崩就是魚肉包 哈哈哈哈 不是誰 不是小三 在Pickle 有點複雜 因為其實他一直都很開心 總是那時候我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還沒有想要結婚 然後 他可能問了好幾次 覺得我沒這個意思 他有一點 有一點半張 所以他很想結婚 我有知道他就是一個有點 他就有點憂鬱 所以我就突然說 我要跟別人結婚 你們兩個人誰結婚 我有來開玩笑 然後他說跟我們出戀 我跟我們出戀 然後我就真的傻意 誰沒有 我們三個男的還真的沒遇過渣男 我們三個男的還真的沒遇過渣男 渣男怎麼這麼多 我們是一國年輕 其實他台灣人 只是他是在國外工作這樣 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時間 就會放下自己的工作去陪伴他 然後有一次我飛過去 我就發現抽屜裡面 多了一支沒有看過的手機 然後我就看到他跟人家想說 欸 九一我現在就在哪裡工作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等一下可能不方便 回訊息給你喔 很快 然後就出此類的 就知道說 喔 原來他在這邊也有另外一個 所以應該是有超過十幾年結束 因為你手機不用結束 對 但是你們講的那些故事啊 其實我超級能體會 就是我太太 然後我就跟他工作六年 他的八年就是剛好 在那六年重疊 所以我眼看了他 他處理的方式很極端的 他也是一直原諒 然後他就會變成那種鋼鐵人 他拼命工作 整個人會變成像殭屍一樣那種 就一直工作 後來就也不相信男生 所以後來是跟女生 他就是他很多極端的做法 所以我跟他告白他也不相信 他不可能相信這件事 你只能用行動證明給他看 而且要遇到事件 你怎麼講都沒有用 你真的遇到事情了 但你的行為是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點會 怎麼會是這樣 你不是應該怎樣嗎 怎麼你還在這這樣 然後就再做一些 就是又再遇到更大事 然後他會發現 你怎麼還在這 他才會有一點的 喔真的好像可能 這世界上還有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聽到還蠻難過的 又甚至這個標準老公好男人 你跟他拍一天戲 發現他打好多電話 其實都打給同一個人 就是他太太啊 對 還視訊啊什麼 我們都躲到角落去 對 董哥也在角落 我在角落 我是老鼠啊 不是 我覺得就是人要reset 就是從上一段走出來 你要自己真的reset 然後才會體驗另外一段感知 你為什麼雙眼對著我講這話呢 不行 你聽人才會 reset是不是 沛沛沛 Happy Birthday ヽ ノ